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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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说这个事情找议员就可以了 可是他不晓得 他不管啊 他就说我就支持你啊 我就是找你 你如果叫我去找议员 我支持你 要做什么 你叫我找你 我不想啦 很多人会很疑惑啦 说立法委员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做的事情 跟里长跟议员是一样的 这个是整个选制改变 一个就是说立法委员本来是大选区 把它变成小选区 单一选区两票制 就等于是选一个区域的区长 你要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你 有时候你在立法院可能你的出席率很高 然后你的提案率很高 那这个都表现得不错 但是你很少回到选区 可能那个到时候选民就是把你忘了 你就遗忘了 有可能啦 因为他看不到 那未来到现在到哪里 也是早通啊 就是整天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我跟你讲喔 我宁愿去台北开会 宁愿去台北开会 但是去台北开会 因为你去台北开会 你就是一定那段时间就绑在那里嘛 早上六点半到下午比如说两点 还是三点 你就再纳个纸 地方没有跑 人家会体会体谅你 如果像现在没有开会的时间 你不跑 你试试看 你不跑 你试试看 你不跑 你试试看 要送不可能是由我们终到这边自己送啊 因为他是编列一个个式 他希望说这个桥未来也是自行车可以送 但是他目前没有 所以说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 再去扩建 或者是去做其他周边的一个改建 后面一届先给你 那把你把你列到我们的屋间 对 我们会到他们自己 好的 高工局还没 啊 他们上车了是不是 其实这个会堪的工作 其实我们平常没有修会 其实都已经在做了 那只是平常会堪的部分 可能就是以譬如说到台北地区 行程每个礼拜 几乎都有三到四个行程 哇 他这样子几乎都一两天 对对对 但是就是我们会 其实并不一定的每一整 就是说我们办公 就是说当遇到有委员会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参与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能就会 会请地方的那个主任 会就是共同会同这样子 其实如果只是市议员 可能他很多的会堂上 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那这时候可能就要结合中央 你不要说那个红铁白铁这些 其实这些是没有修会 我们平常就在做的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 把部分区当成区域地区在那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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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